hello大家好 我是大游 今天的气温高达33度 这么炎热的夏天 跟什么最配呢 当然是小龙虾咯 小龙虾大家都吃过 有蒜泥的 十三香 五香 我今天要去吃小龙虾 你应该没有吃过 今天在刷友营的时候 我竟然刷到了一个 99块钱 10斤的小龙虾套餐 你绝对没有听错 99块钱 十斤小龙虾 划到9块9 一斤 而且是超好的内容 龙虾市场已经这么卷了吗 我抱着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有的信贷 现在价格都这么低了吗 99 十斤 可能吗 评价都这么好啦 应该不是假的 99块钱十斤 它会不会是死虾 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出来看一下 这个99块钱的大套餐 你看 大放送 99块钱 我们再往下面看 评价 看这个套餐的话 一定要看评价 所以我立马看了一下评价 看到没有 五星好评 五星好评 不行不行 太诱惑人了 赶紧下单 还给我便宜一分钱 那我最终呢 以98块9毛9的价格 拿下了10斤小龙虾 今天我就抱着 翻车的心态 去吃一吃 让我们走起 啤酒走起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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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竟然过来没有位置 坐无虚席 太忙了 都没有位置坐 全是抖音里面过来了 好不容易抢到了位置 抢的是要靠抢 现在在等 因为这边太忙了 全都是抖音团购过来的 应该他们家的龙虾也不算特别难吃 等啊等啊等啊 慢慢等到 有那么一刹那 小小已经等不下去了 他就准备直接走了 所以经过我的挽留祈求 终于好了一份了 等了好半天 吃龙虾戴手套完全没有感觉 来城上等了一个小时的破龙虾烦死我了 等这么久 好蛋 我都没感觉他这个龙虾味道有多好 因为他做的做的时候特别仓俗 看看又上了一盆十三香的 刚刚饭你的没有味道 现在看看这个有没有味道 有没有味道这个 有 这个比这个有味道 这比这好吃 真的吗 有多少人吃龙虾是跟我一样吃的 首先是把龙虾的尾巴再咬下来 然后再把它的尾巴咬掉 就这样子戳出来 然后用筷子把它的肉整个戳出来 应该没有人这样吃 我不是这样吃 因为这个方法是我自己发明的 吃的这么多虾磕磕磕 吃的这么多虾磕磕 又不是我一个人吃吧 只能说我吃的多一点 你是不是真不少 还在吃 还在接着干 加油 就剩几个了 你吃的 吃的很香啊 大刘 评价一下嘛 都吃完了 评价一下 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 啥意思 我有几个嘴呢 越评价越酸 没有 你有这个本事呢 你有个本事就是边吃边讲话 你看你这边的虾壳就堆成山了 评论一下吧 总结一下 第一就是等的时间太久了 真的是太久了 味道吧 咋说呢 这个蒜泥的一般嘛 其实这个也一般 相比之下有一点点味道吧 而且虾又特别的小 但是99块钱 妈也值了 两大盆呢 对吧 24分之后 现在已经到了第二天了 想去吃的朋友 你千万不要五六点去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 人太多了 他那个龙虾味道肯定不怎么样 我出去看过一次 把那个龙虾 直接就往那个锅里面倒 我以前看别人烧龙虾 是需要先把小龙虾炸一下子 然后放啤酒啊这样炒一下 更加入味 他就直接把龙虾放到那个汤里面煮 就是味道比较清淡 就是没有那么入味 虽然是十斤小龙虾 但昨天晚上我和小小吃过以后 竟然我们又跑到了兰州拉面里面 去吃了两碗拉面 在你不喝酒的情况下 龙虾是吃不饱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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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